在内分密科检中门诊用药9个月 32岁的检程 化名正在逐步停用神药斯每个鲁泰 体重减轻12%后 反弹是他此刻最大的敌人 医生叮嘱他 发现反弹苗头要及时回去就诊 别等又胖了几十斤才来看 平时颇为关注检中药物消息的检程 想好了保底方案 如果后面再反弹 我还可以打蒂尔伯泰 他提到的蒂尔伯泰是一款GLPE 医生糖素样泰一 GIP葡萄糖依赖性醋胰岛素多态 双把点受体激动剂 由跨国药器里来NYC-LLY研发 与诺和诺德NYC-NVO的GLPE 一单受体激动剂斯美格鲁泰 同为近年备受关注的新型减重药物 人体内存在包括GLPE GIP GCG 医生糖素等一系列物质 由饮食营养成分刺激所分泌 发挥调节食欲与内分泌代谢的作用 模仿这些物质的作用机制 GLPE一类药物被研发出来 最早用于治疗成人二型糖尿病 下成酱糖 后来逐渐发展到减重适应症 近期 随着蒂尔伯泰 7月或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用于减重GLPE一赛道的两款当红明星 均已正式进入中国减重市场 6月 斯美格鲁泰注射业已正式获批减重适应症 新型药物正在改变肥胖诊疗方式 人类对减重药物的研发 可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 过去许多传统减肥药物 即使走到货批上市阶段 也因发现安全性问题测试 2023年以前 国内货批减重适应症 仍在上市销售的药物仅有奥利斯塔 这款非处方药 使脂肪没抑制剂 存在较强胃肠道不良反应 减重效果不够好 在肥胖患者中并不普及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 北京大学糖尿病中心主任吉利隆表示 GLP一类药物的发展 让内分泌这个擅长慢性代谢疾病管理的科室 在肥胖诊疗中得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这些药物确实为我们去控制肥胖 和治疗肥胖相关的并发症 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武器 8月18日 吉利隆在中国肥胖大会期间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2024年7月 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发布 肥胖患者的长期体重管理 及药物临床应用指南 下称指南 它的问世 意味着在传统生活方式干预之上 更多超重或肥胖患者 可能在早期获得药物干预 并得到系统性长期体重管理治疗 在全球范围 距离首款GLP一类减重药物货批 刚好过去10年 2014年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批准降糖药物利拉鲁泰注射液 增加减重适应症 作为第一代药物 利拉鲁泰是需要每天注射一次的日之计 但业内分析认为 其减重适应症的货批 为诺和诺德 进一步推出如今的明星药物斯美格鲁泰 奠定了关键基础 10年前 谁也没想到GLP一能成药王 2024年 在北京一次生物医药行业论坛上 曾就职与诺和诺德的 唾介生物总经理王梅感慨 2023年 斯美格鲁泰总计销售金额 在全球药品中排名第二 却获得比当年新进药王更高的讨论热度 在该年度内 斯美格鲁泰注射酱糖 口服酱糖和注射减重三个版本的产品 累计销售约合210亿美元 同比增长89% 不仅年销售额比进药王 增长率更远超药王 斯美格鲁泰减重版本产品 更是以销售额年增超400% 强化着市场对GLP一赛道的热情 2024年中报则显示 诺和诺德的最大对手李莱 正凭借铁尔伯泰上市后的快速放量 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 在中国 肥胖诊疗跨入新篇章的另一面 也意味着在这个人口基数大 肥胖率高的庞大市场内 减重药物拼杀升级 诺和诺德 李莱双龙头 占据主导地位的趋势已经明确 赛道火热之下 国内一众追随者 则不得不面临又一个内卷时代 在国内生物制药行业会议上 GLP一主题分论坛依然人头攒动 但如何差异化竞争 已经成为当今的常设话题 对药企而言 差异化竞争 一方面是内卷大环境的出路所在 另一方面也对研发思路和实力提出 更高要求 从临床需求视角 中国肥胖大会期间 诸多专家提出 肥胖诊疗不应只关心减重数据 患者能否综合获得健康收益更为重要 由不同治疗侧重的差异化药物 也将是未来满足临床需求的一环 医药创新永远充满变数 但对目前的GLP一赛道而言 玩家已然就为主流发力方向逐渐清晰 这场商业战史 究竟会引向减肥概念的过度热炒 还是肥胖人群的健康获益 明星药物入华 业内基本达成共识 无论在全球还是中国市场 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 蒂尔伯泰将是斯美格鲁泰 最有力的竞争对手 深耕内分泌赛道的诺和诺德 凭借两代GLP 已受体积动计产品利拉鲁泰 斯美格鲁泰在减重赛道 占据先发优势 斯美格鲁泰注射季 最早在2017年 获FDA批准降糖适应症 此后在2021年 增加减重适应症 海外商品名Vigoin 在中国内地 斯美格鲁泰注射几月 2021年4月 获批降糖 目前已被纳入医保 2024年6月 获批减重适应症 先做降糖 再做减重 这是诺和诺德 从利拉鲁泰时代 就走出的经典路径 随着斯美格鲁泰大货 成功带火GLP一赛道 更多要起卯足尽追赶 对主要适应症的开发节奏 明显更为紧凑 一步伐后来者将降糖 减重两个适应症同步推进 在理来方面 蒂尔波泰最早于 2022年5月 获FDA批准降糖适应症 成为全球首款GLP EJ双把点兽体积动机 2023年11月 获FDA批减重适应症 海外商品名 SEDBAND 在中国内地市场 2024年5月7月 仅仅相隔两个月 蒂尔波泰先后 获批降糖 减重适应症 患者的期待 可能简单粗暴 看起来减重效果更好 简称因此决定 一旦需要再次用药 尽量选择蒂尔波泰 它判断的基础 是两种药物 各自的三期临床数据 斯美格鲁泰 在中国人群的 三期临床试验显示 对超重和肥胖 合并或不合并 二型糖尿病 受试者 每周一次斯美格鲁泰 2.4毫克 MG 皮下注射 治疗44周 平均减重12.8% 蒂尔波泰 在中国人群中的 三期临床试验研究 受试者则是 非糖尿病的超重 和肥胖患者 每周注射一次10毫克 15毫克 52周后 平均减重 分别为14.4%和19.9% 需要指出的是 在前述临床试验中 斯美格鲁泰 蒂尔波泰 各剂量组减重效果 均明显好于安慰剂对照组 就药物对比而言 设计为 与医有疗法 进行直接比较的 头对头临床试验 才是业内通常认为的 金标准 2023年4月 理来启动一项 临床医生的选择 则可能有多方面考量 包括药品供应 患者情况 作用把点等 据记者了解 蒂尔波泰减重 真或批后 还需一段时间才会上市 目前尚未开始销售 也有临床医生介绍 目前其所在减重门诊 只能给患者 选用斯美格鲁泰 斯美格鲁泰 虽然也是不久前 才在国内 或批减重适应症 但此前部分医院 开展相关研究项目的 可以给患者 开出降糖剂型 超适应症使用 简称拿到的药物 就属于这种情况 王茜 华明 在减重门诊 首次开药时 医生建议她考虑 先使用每天注射一次的 日治剂利拉鲁泰 医生当时解释 王茜虽然达到超重 且有体重相关 合并症的用药门槛 但体重基数相对不算大 这令医生担心 她面临的肠胃不良反应风险 虽然利拉鲁泰 需要每天打针 不如周治剂方便 但医生告诉王茜 在适应药物的阶段 如果出现 较为严重的肠胃不良反应 日治剂可以通过次日 降低剂量或停药来缓解 尽量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周治剂没这么灵活 只能硬扛过这一周 但整体而言 综合药企财报 机构测算等数据 国内外GLP 一类药物减重市场上 周治剂成为 当前阶段主流的趋势 以确立 同为每周注射一次的 斯美格鲁泰 铁尔伯泰 竞争关键 更在于靶点和疗效差异 同济大学 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肥胖管理中心 上海药营医疗内分泌 代谢甲重腺中心 屈身主任表示 从临床的角度看 药物靶点不一样 但适应的人群 基本差不多 这些药物给减重 临床带来很好的武器 不仅有减重效果 在改善代谢方面 对心肾脂肪肝 呼吸睡眠 暂停综合征等 显示出获益 以后都可能在临床上 应用越来越广泛 指南中则提到 需在药物治疗的 前三个月加强面坊 若患者在连续三个月内 减重幅度不足5% 则需要考虑 是否出现治疗失败 或减重平台期 必要时 可以考虑增加药物剂量 或升级为更强效的减重药物 从全球市场看 一边是 占得先发优势的准药王 另一边是上市起 就迅猛放量的新兴 二者战况颇为激烈 截至2023年末 减重产品 歪格位获批 仅两年半 全年销售额 就达到约45亿美元 虽然尚未追上 酱糖版本产品 但年增速407% 再次强化外界 对减重赛道的高增速期待 市场几乎笃定 斯美格鲁泰 能够在2024年 登顶全球药物销售榜 在如此预期之下 产能阻碍 来自提尔波泰的竞争压力等因素 更加受到密切追踪 在减重领域 新进公布的业绩数据显示 2024年上半年 YGV销售额 210.36亿丹麦克朗 同比增长74% 二季度销售额 116.6亿丹麦克朗 约合17.1亿美元 同比增长55% 业绩发布后 诺和诺德股价 一度大跌8% 有分析指出 YGV二季度销售成绩 低于投资者普遍预期 对手里来 则在半年暴披露后 股价大涨 2024年上半年 SetBund累计销售 是7.61亿美元 二季度销售 12.43亿美元 环比增长140% 减重市场的火热 伴随着强劲的药物需求 如何保证 供应成为两大巨头 绝利的关键 发布最新业绩数据的同时 对于GLP一类药物的产能 李来表示 预期需求的增长 可能会导致 部分既型产品出现 周期性供应紧张 将会在美国市场 推出2.5毫克和5毫克 单计量小瓶SetBund 8月27日 李来宣布 SetBund扩充供应 下调2.5毫克 5.0毫克计量产品价格 由市场分析认为 产能短缺 已经成为制约 四美格鲁泰市场 份额扩张的重要因素 聘产能也将成为 两大巨头 未来竞争的关键之一 即2024年以来 诺和诺德 李来就以多次披露 产能收购 或投资建厂事项 另一方面 管线军备竞赛 也预示着两大巨头 未来将持续激烈 争夺减重市场 口服剂型患者 依从性更好 被认为是必争之地 诺和诺德有望 率先撞现 将唐适应证的 口服版四美格鲁泰 早在2019年9月 已在美国上市 2024年8月 诺和诺德公布 半年业绩时透露 四美格鲁泰 口服骗剂 25毫克的减重三期 VS4研究已成功完成 这项研究入组 307名患有肥胖症 或超重病 伴有一种 或多种并发症的 成年受试者 基线体重105.9千克 接受每日一次 25毫克 口服斯美格鲁泰 或安慰剂 64周厚斯 美格鲁泰组受试者 体重减轻13.6% 好于安慰剂组的2.2% 诺和诺德称 25毫克规格的 口服斯美格鲁泰 未来在全球的推出 将取决于 药物组合的优先级和产能 诺和诺德还布局了 双把点的GLP 一一电速受体 长效共激动剂 6月26日 中国国家药监局 药品审评中心 官网公示 批准Emicretin骗减重 适应症临床试验 2023年9月 以来启动 口服GLP 移受体积动剂 O4Gipron 与口服斯美格鲁泰的 头对讨三期研究 另外 在其他多把点药物 长效剂型 复方制剂和药物联用等方面 诺和诺德基里来 也各有自己的布局侧重 围绕目前 各自的核心产品 斯美格鲁泰 提尔伯泰 两家公司 也都在脂肪性肝炎 心理衰竭 肾病 二次海默病等 更多疾病领域 开展研究 意在扩展GLP 一类药物治疗边界 两大巨头 确立赛道主导地位的同时 未来也还充满变数 挑战者重 一边是双龙头 战士正憨 一边是在庞大市场的诱惑下 后来者摩拳擦掌 美国临床试验数据库 Clinic Trial Style显示 截至2024年8月 全球已开展 或正在开展的GLP 其中 仅正在招募患者的 三期临床试验 就有11项 2725项 由于许多GLP 一药物正在探索 扩大适应症 及联合疗法 上述试验中 不少是同一款GLP 一药物反复开展试验 而据英国行业媒体 Evaluate统计 全球现有上市 和再延的GLP 一药物超过50款 超级赛道名副骑士 正在积极加入 研发战场的跨国药企 有伯林格英格汉 辉瑞 NYSE PFE 安静 NASDAQ AMGN 等几乎都开展了 和四美格鲁泰的 头对头试验 掀起减重数据战争 伯林格英格汉 和丹麦药企 Ziland Pharma NASDAQ ZIL 共同开发的 Servodotide 是一款GLP 一GLP 二受体 双重机动剂 正在开展 全球多中心 三期临床试验 GLP 一和GLP 二都是与 医生糖素同源的激素 比起GLP 一GLP 二分部更窄 主要调节 胃肠细胞的生长和增值 2023年6月 企业披露 Servodotide 在二期临床中路得46周 约一年 平均减重19%的数据 历史对照 该幅度超越 四美格鲁泰 使用一年半后的减重幅度 68周减重16.8% 但能否追凭 蒂尔博泰 用药72周后 平均减重16%至23% 仍待观察 以及 对比药效 最权威的头对头实验 柏林格英格汉 尚未发布数据 安静的AMG-133 虽然进度落后于Servodotide 但受到的市场关注不减 它是一款GIPGLP 一抗体多态偶连药物 GIP和GLP 亦都属于长速移速 二者可以协同 互补调控能量代谢 安静2024年半年报披露 AMG-13327临床数据 将在今年底前读出 正在筹备三期临床 AMG-133的早期临床试验数据 显示出它惊人的 短期减重效率 更关键的是 AMG-133的血浆半衰期 长达14至25天 只是按月给药 开发方正在测试的 给药方案也颇具野心 一种是一次给药 观察后续效应 一种是每个月给药一次 连续三个月后 观察长期结果 研究团队在一篇论文中表示 动物实验结果让他们相信 AMG-133有短期给药后 长期维持减重效果 不反弹的潜力 在AMG-133一项 包含75名肥胖患者的 I7临床试验中 只在第一天 接受840毫克剂量的患者 用药后92天 平均减重8.2% 连续三个月每月 接受420毫克剂量的患者 体重降低14.5% 且停药后 150天仍可维持体重 降低11.2% 不过 I7临床样本量小 数据说服 力远不及二期 三期 且目前对减肥药物 长期效果的测试 往往需持续一年半到两年 另有国内从事GLP 一类药物研发的 创新药公司高管认为 目前在临床I7 二期的多把点药物 虽减重效果数据优秀 但值得关注的是 部分临床试验显示 脱阻率较高 这背后可能是 较强不良反应 导致患者无法完成试验 二期完成后 三期进一步高剂量 用药的话 还存在脱阻率数据 进一步上升可能 在中国市场 有国内创新药企货 即将撞现 有理来研发 信达生物 01801香港 负责中国市场商业化 及临床开发的 马氏杜泰 已经于2024年2月 以减重适应证 向国家药监局 提交上市申请 马氏杜泰 是一款GLP-EGCG 双重受体积动机 医生糖素 GCG和胰岛素作用相反 二者都在人体血糖调控中 扮演重要角色 GCG受体 主要在肝脏中分布 三期临床试验显示 马氏杜泰 6毫克剂量素 于48周实现 平均减重14.37% 皆称结果符合预期 有在研GLP 一类药物的中国企业 长山药业的艾本纳泰 和银诺医药志向生物的苏帕鲁泰 进展到二期的更多 博瑞医药 食药集团 甘理药业 瑞格医药 天井生物 豪森药业 华阳药业等 十数家企业均有布局 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医学中心 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母一名观察到 虽然百花齐放 但全球GLP一类药物的研发思路 有不少不谋而合之处 他在中国肥胖大会上分析到 目前进入三期临床试验的 以探索GLP一药物 和其他药物疗法联合治疗为主 而正在推进二期临床试验的 主要是探索 多种肠道激素拔点的不同组合 梳理国内相关药企布局 情况一符合母一名的这一观察 如果把所有进入临床阶段的 研发GLP一类药物的国内企业加起来 总数以逼近40家 拔点设计涵盖了GLP一单受体 GLP1JIP等双受体组合 多年的祥糖老药 许多产品已经或正在步入 专利保护默契 一般在专利过期前 相应的仿制药产品便已做好布局 华东医药的莉拉鲁泰 仿制药正式一例 真正的开扎时刻会在2026年到来 这一年 斯美格鲁泰的专利将在中国 印度两大仿制药大国到期 目前中国有超五家仿制药企 启动斯美格鲁泰类似药三期临床试验 其中动作较快的九元基因 斯美格鲁泰生物 类似要完成二型糖尿病 三期临床试验 肥胖适应症三期临床试验 也在进行中 前有双龙头 后有仿制药 对赛道上的后来者而言 如果产品本身缺乏竞争力 想要分得一杯羹 恐怕难以避免陷入价格战 母一鸣乐观地展望 按照这样的研发势头 未来很可能出现 几十块钱一支的GLP一药物 人人都用得起 药品在价格方面充分竞争 或许是不少临床医生 和患者所乐见的 但也让赛道投资人产生担忧 企业更需未雨绸缪 多名医药行业投资人 向记者表示 到了眼下这个节点 国内GLP一赛道的 入场窗口期早已结束 留在场内的玩家 会否发展成内卷 是值得担心的问题 差异化竞争 已经受到国内GLP 一类药物研发企业重视 探寻新空间 多把点能成为 被减重赛道后来者 竞相选择的策略 与其能够提供的 差异化空间有关 一方面 这种差异化 可直接体现在 研发者对把点的选择 此外 一位国内从事GLP 一类药物研发的 创新药公司高管介绍 即使是做同样的 两个或三个把点组合 几种物质间的活性比例不同 也会让试验结果呈现出差异 以GLP一赛 双手体积动机的 代表性药物 Tierre-Bertit为例 道尔生物首席运营 官方永亮博士表示 即使这款药物 已经展现出 非常多的临床 获益和优势 但并不代表 这个分子就是完美的 针对这两个把点的药物设计 本身还是有很多 可以挖掘和提升的空间 方永亮提到 在双把点机动机里 GLP一受体 和Gip受体之间的 活性比例如何搭配 业内仍存在一定争议 现在也有不少生物医药公司 在进行差异化研发 虽然从表面看起来 和Tierre-Bertit是同把点 但其实各家对两种受体 机动活性的比例 会存在不同的偏向性 在临床试验中 有初步展现出 与Tierre-Bertit差异化的药效 不同把点间的 受体机动活性的比例不同 会让药物最终在人体内疗效 耐受性乃至安全性 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方永亮说 他还表示 通过对把点机里的研究 或通过应用蛋白质工程 药物递送等技术手段 同样存在 可能做出差异化的疗法 就总体思路而言 这种差异化设计的目标 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在探寻减重疗效方面的改善 二是不追求单纯减重数据优势 转而关注能否让患者 有其他健康获益 国内一家有GLP 一多把点管线的 生物科技公司总经理也提及 现在的减重药物并不完美 在差异化竞争策略方面 减重快才是硬道理 他认为 现在减肥药 还是有很多痛点要解决 其中关注的核心是减重速度 在见效快的基础上 也会关注 对各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效果 美股一家公司 此前的股价波动 为市场对减重速度优势的关注 提供了直观反馈 2月27日 Vetting Therapeutics公布GLP 一致双把点兽体积动计 VK2735减重二期临床数据 13周治疗最高减重13.1% 在该消息刺激下 Vetting当日股价暴涨 盘中涨幅最高超130% 最终受涨121% 市场对减重速度的追捧 更多是基于满足患者期待这一逻辑 但也有医生提醒 比起短期数据 减重的长期结果更值得关注 在中国肥胖大会上 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 陈伟提及 可以看到GLP一类药物 一般现在做的研究 要减一年左右 不再迷信于三个月或六个月的时间 另外肌肉保护 也成为一些公司研发关注的重点 在使用药物治疗肥胖时 如何尽可能降低肌肉损失 方用量举例 FRI成为各大公司关注的把点 研发的重点方向 就是和GLP一类药物联用 在减重的同时 保留乃至增长肌肉 从患者使用感受出发 降低不良反应 也是一个提高的方向 目前GLP一类注射剂 都采取低定给药的方式 简单来说 即从较低剂量开始使用 逐渐加量给患者身体 一个适应过程 帮助患者缓解不良反应 但王雷提到 如果仅仅依靠低定给药 来解决这个问题 低定的越慢 副作用越小 但用药时间拉长 又成为一个问题 在临床上 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出效果 因此 一些研究者认为 在GLP一受体积动剂 起到减重效果的同时 引入这个受体积动剂 可以降低副作用反应 帮助用药剂量提升 相较于目前主流的扎针 为提高患者用药的 便捷性和依从性 口服剂性研发 也是GLP一赛道 被寄予厚望的方向 其中 又以小分子口服药 更受期待 诺和诺德斯美格鲁泰口服版 虽已提交减重 适应症上市申请 但其并不属于 小分子药物 斯美格鲁泰口服版 依然是多台药物 存在生物利用度较低的问题 患者最直观的体验 是每天需要服用的剂量很大 以三期临床试验设定的 最高剂量对比 斯美格鲁泰注射剂的用量 是每周注射一次2.4毫克 口服版是每日25毫克 且口服版给药要求严格 患者需陈起空服服药 且服药后至少半小时 再进食 饮用液体或服用其他口服药物 斯美格鲁泰目前的口服剂型 并不是一个最优解 方永亮认为 每日服用剂量大 除了对患者来说没那么方便 也导致药物生产和物流的成本较高 口服小分子GLP 移受体积动剂 如果研发成功 有可能会是更好的选择 辉瑞 阿斯蒂康都在推进自家的小分子 口服GLP一类药物 虽然目前披露的试验数据 具有一定说服力 但在把点设计 给药方式 适应症等方面 暂时没有提供给市场区分 于口服板丝 美格鲁泰的明显记点 2023年12月 辉瑞披露 Denigapron AIB7临床数据 治疗第32周时 试验组患者平均减重6.9%至11.7% 这项试验进行时 Denigapron仍需每天给药两次 后续辉瑞宣布将改善进行 实现每日给药一次 并继续推进试验 阿斯蒂康从诚医生物 引进ACD5004 目前仅完成I7临床试验 阿斯蒂康称 试验录的积极的详唐减重结果 但未披露具体数据 直接研发多把点药物外 将多个单把点药物 以互方的形式组合 或研究药物联用 也是一种开发思路 方永亮认为 这两种方式各有优劣 他表示 如果单一分子能做出 对多把点有较好的活性 其优点包括临床费用 投入生产成本相对比较低 转化周期比较短 患者使用起来更便利 缺点是活性配比 一旦在药物设计时 确定下来 就无法再修改 临床使用中 也就无法针对 不同患者群体 或不同适应症 做出相应的改变 如果是用两个 或多个不同的分子 组合成复方或联用疗法 则可以通过临床试验 去摸索针对 不同患者群体 或不同适应症的 最佳活性配比 但这样做的缺点 使药物开发 和临床转化的成本 都比较高 向理来 诺和诺德这样 已有药物上市 再去做延伸 合作 会相对比较有优势 扩大各自产品的互乘合 方永亮表示 但对后来者 如果一开始 没有一个获批的GLP 一类药物分子 作为基础 想开发复方 或药物联用疗法 就会很被动 指南则指出 不同类型的 减重药作用机制不同 不同类型药物的联合应用 可能具有累加 或协同效应 就像其他慢性病一样 为了管理达标 应该关注 联合用药的临床需求 但目前 关于联合药物治疗的 循证医学证据极少 减重之外 代谢功能障碍 相关脂肪性肝炎 MASH等多个代谢疾病 成为GLP一类药物 被寄予厚望的治疗领域 例如 柏林格英格汉 Servodotai压保MASH赛道 成为该药物的研发量点之一 一项二期 临床试验显示 与安慰技术 18.2%相比 83%的试验所患者 接受该药物治疗后 MASH显著改善 64.5%的 中度至晚期肝腺 微化患者 出现纤维化程度改善 有分析指出 这不仅有望 使Servodotai 获得在减肥降糖赛道中的 差异化优势 甚至有望成为 独立的MASH适应症疗法 目前 Servodotai已经同时获得 FDA和国家药监局的 MASH突破性疗法认证 并将MASH临床试验 推进到三期 MASH是肥胖 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 由统计显示 每四名肥胖患者中 就有一名患有MASH 有三名患有MASH的前驱症状 代谢相关脂肪肝 减轻整体体重的同时 在减少内脏脂肪方面 令患者能够更多获益 是目前一些GLP 一类药物的研发重点 就把点而言 方永亮还提到 GLP-E GIP GCG都属于长醋移素 主要受体在胃肠道 但FGF21受体 则主要存在于肝脏 针对这一把点的药物 在临床试验中 展现出更好的肝脏脂肪降低 和肝浅维化改善疗效 在GLP一类多把点药物的设计中 引入FGF21把项 或开发与FGF21类药物的副方 或联合用药 有可能成为 诸多药企的临床开发方向 四美格鲁泰 Tierbo泰注意在前 龙头药企已然占据先发优势 追赶者们差异化竞争 殊途同归的一点是 新药物的研发不能 再仅仅关注 减重比例这个单一结局 从临床层面 这也和减重门诊专家的理念 有所统一 虽然现在药企都在拼减重数据 但是不是我能减20% 你只能减5% 我就一定比你好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在中国肥胖大会上 姆一鸣反思 姆一鸣提到 真正需要短时间内 快速降低体重的严重肥胖患者 往往在所有的肥胖 超重人群中连10%都不到 更多的患者 是那些轻度肥胖患者 他们需要的减肥药 也许并不是激进的速售神药 一款药物最终是为了患者 更加健康 生存质量更高 寿命更长 他说体重指数不是中心 患者才是